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时间6号 俄罗斯交通部长迪特里希在谢连媒姐我机场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事故调查和救援情况向媒体进行了通报 事发后 俄罗斯总统普京总理梅德维杰夫要求立即彻查事故原因 迪特里希说 37名幸存者中有33名乘客 其中27人经医生检查后情况良好 41名遇难者的遗体已经全部找到 其中包括一名机组人员 遗体确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迪特里希说 事故调查委员会和相关部门将对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 提供包括心理救助在内的一切必要帮助 同时会在收集相关资料后发放补偿金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飞机的两个黑匣子 也就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和驾驶舱语音记录仪 都已被找到并成功拆写 接下来将交给专业机构进行解码 不过 根据俄新社当地时间6号深夜的最新消息 飞机残骸和跑道清理工作已经结束 系列没结卧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营模式 但要完全按照航班时刻直飞 还需要大概一天的时间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表示 侦察人员正在分析多种事故原因的可能性 包括飞行员 空管人员 技术检测人员业务能力不足 飞机故障和气象条件不利等 将在全面研究所有证据后发布调查结论 据报道 当地时间5号傍晚 莫斯科地区突降阵雨 事故飞机的机组人员表示 飞机在飞行时被闪电击中 导致机上无线电设备出现了故障 不过 专家认为 飞机因遭闪电击中而直接导致严重事故的可能性比较小 现在民航客机都有非常完善的防雷电技术系统 那么我们也叫做雷电防护系统 所以现代的雷机不会对民航客机造成严重的影响 一般来讲甚至坐在客舱内的乘客 都不会察觉到飞机被雷电击动 也不会在飞机表面留下任何的痕迹 那说到其他的原因还有这样一些猜测 第一是飞机在飞行过程中 它的航电系统出现了故障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 飞机出现了某些机械故障 那前一种如果是航电系统故障 意味着飞机员没有办法准确地 掌控飞机的姿态和飞行数据 后一种故障 也就意味着飞机员没有办法 精确地控制飞机或者有效地控制飞机 这两种问题都很严重 会促成一个紧急的返航迫降 俄罗斯客机事故发生之后 有媒体公布了事发现场的多段视频 这些视频记录了俄罗斯客机发生事故时的 惊险瞬间 在这一段视频中可以看到 事发客机在迫降时曾猛烈撞击跑道 然后飞机弹起并再次落在跑道上向前滑行 此时飞机尾部起火燃烧 另一个角度公布的视频显示 事发客机迫降后依然在跑道上高速滑行 客机尾部的火势迅速向客机前部蔓延 随后客机在停下前还进行了一次急转弯 这段视频是乘客在事发客机机舱内 用手机拍摄的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闲窗外飞机外部部件已经燃起熊熊大火 机舱内传出乘客的尖叫声 这段视频同样是乘客在事发客机机舱内 用手机拍摄的 此时客机刚刚停下 闲窗外的跑道上也能见到火焰 惊魂未定的乘客纷纷解开安全带准备撤离 另有一段视频显示 事发客机的部分乘客 正在通过客机前部的紧急出口逃生 而客机后部正在燃着熊熊大火 上个月的21号 斯里兰卡多地发生了连环爆炸袭击 造成了250多人死亡 500多人受伤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4号表示 目前仍有25到30名爆炸案的相关嫌犯在逃 警方已经掌握全部载逃人员的动向 将他们抓捕归案只是时间问题 另外他认为 极端组织是连环爆炸袭击的幕后黑手 根据调查 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案的一名自杀式袭击者 曾远赴叙利亚 另一名袭击者则曾在土耳其接受训练 在警方目前控制的嫌疑人中 有人常年在斯里兰卡和叙利亚两国间往返 很可能是极端组织和本土极端势力的联络人 对此很多媒体质疑此前西方国家宣称 反恐战争胜利未免太过乐观 斯里兰卡恐袭事件也在给各国敲响警钟 那些曾经长期盘踞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的极端组织 或许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转型 有情报显示 极端组织从15年前就开始从斯里兰卡招募人员 并把招募到的人送往其他国家接受训练 此前极端组织已宣称对斯里兰卡连环爆炸袭击负责 6号斯里兰卡全国公立学校在恐袭发生两周后首次复课 很多学生重返校园 为了确保安全 斯里兰卡警方最近几天提高安全戒备 5号在首都科伦坡的阿索卡中学 斯里兰卡军警出动警犬 对包括门窗在内的设施进行了细致检查 校方表示 校园里学生的安全可以得到保障 但一些家长仍然表示担忧 连环爆炸袭击还给斯里兰卡旅游业带来严重影响 曾经热闹的酒店和餐厅如今难觅人际 美丽的海滩上也人烟稀少 统计显示 爆炸袭击发生后的一周里 斯里兰卡酒店取消率高达70% 随着调查的展开 越来越多细节披露出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 爆炸当天早晨 名为阿扎尔的自杀式袭击者 首先来到斯里兰卡东部城市 拜蒂克洛的圣玛丽大教堂 由于搞错了时间 他临时决定改变袭击地点 而这一意外情况 也挽救了当时教堂内数百人的生命 离开圣玛丽教堂后 阿扎尔又来到附近的西安教堂 在他要进入教堂时 两名教会工作人员看他衣着可疑 拦下了他 受阻的阿扎尔随后在教堂外引爆了炸弹 造成29人死亡 教堂内当时聚集的500多人则幸免于难 根据美国国会山网站报道 美国政府或将于8号公布 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 报道引用了两位美国高官的话称 制裁将对伊朗经济的新部门 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他们没有说 哪个部门会受到影响 不过表示不是能源 伊朗媒体称 美国政府正在酝酿的新一轮 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 将包括切断 伊朗向新加坡出口石化产品 向阿富汗及伊拉克出口消费品等 这些都是帮助伊朗获得除 原油出口之外的外汇收入渠道 一旦这些新制裁措施生效 伊朗将很难通过新加坡 马来西亚 阿联酋 亚美尼亚 土耳其等第三国 间接获得出口外汇收入 另外根据西朗官方通讯社 6号的报道 伊朗总统鲁哈尼将于当地时间 8号宣布一系列的措施 以应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以及欧洲国家未能兑现承诺 挽救伊核协议 据消息人士透露 这些措施可能将包括伊朗重启部分 受核协议限制的核活动 去年的5月8号 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之后还重启了对伊朗的各领域制裁 宣称要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 再来看当地时间5号 波音公司发表声明 首次承认在2017年 就知道它的737 MAX系列客机的 影角不一致警示灯 无法正常运行 但直到去年10月 印尼失航发生空难 才与美国联邦航空局 讨论这一问题 波音声明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相关空难的调查进展又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CNBC财经评论员陈倩 从新加坡发来的报道 那么波音此次的声明 被认为是在连续两起空难事件 发生之后 首次的公开承认 波音737 MAX系列的机信当中 可能潜在的问题 那具体来说 声明就显示说 737 MAX系列在2017年 投入商业运营 但在开始交付的数个月之内 工程师们便发现在科技上 显示影角不一致的 这个警示灯是出现了问题 那问题在于说 波音把设计是把这个警示灯 和迎角指示器进行捆绑销售 也就是说这个警示灯 在737 MAX系列的科技上 只是选择性的配置 那飞机的系统只会在 选装了迎角指示器的这个飞机上 激活这个提示迎角不一致的警示灯 然而发现软件存在的情况之后 波音的多名专家进行了故障 解决方案的评估 但是最后认定警示灯的缺失 不会对飞机安全或操作 造成不利的影响 对此波音737 MAX系列科技 在美国的最大客户 也就是美国西南航空公司 也证实说 直到失航空难事件之后 才从波音方面得知 需要付费额外购买迎角指示器 才能在MAX科技上 正常的使用这个警示灯 而波音在发布这份声明的同时 也是反复强调了几点 第一是警示灯 并非飞机安全操作的必备装置 这是波音和联邦航空局 共同的结论 而第二是波音高层 没有参与2017年故障评估 直到失航空难之后 才得知相关的问题 而市场却对这份声明 不太买账 这份声明反倒让不少人质疑 波音对于监管部门 以及对于客户的坦诚度 而这份声明发布之后 联邦航空局的一名官员 就对媒体表示说 波音等了13个月 才在去年的11月份 通报了相关的事宜 虽然联邦航空局认可 波音就警示灯所做的结论 但是如果波音及时 或者更早一些 与航空运营商沟通 或许就可以减少或者消除 可能带来的困惑 而目前事件的调查 仍然在进行当中 而尚无任何的定论 而波音公司本身 在面临美国国会 多个委员会和交通部 审查的同时 还面临着空难 死者家属提出的 多项诉讼 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 另外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本月3号 美国今年已经确诊的 764例麻疹病例 创下了25年来的新高 数据显示 从4月27号到5月3号 这一周内 新增的60例确诊病例中 有5例来自宾夕法尼亚州 这也使得今年以来 美国出现麻疹病例的州 扩大到23个 这764例病例中 绝大多数患者 没有接种过麻疹疫苗 麻疹是一种病毒性传染病 受影响的大部分是儿童 症状包括发热 上呼吸道炎症 咳嗽 结膜炎等 病情严重时 可引发肺炎等病症 甚至致人死亡 目前还没有特效药 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接种疫苗 美国曾在2000年时 宣布消灭麻疹 据统计 美国今年已出现 十多次麻疹疫情 主要集中在纽约州 和华盛顿州 美国疾控中心警告说 疫情持续时间越长 麻疹在美国 重新立足的可能性就越大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全球麻疹病例数 今年第一季度增加至11.2万例 是去年同期的将近4倍 同期显示 今年以来 德国已有300多名新发麻疹病例 德国卫生部长 严斯施潘当地时间5号说 卫生部已经拟定相关立法草案 计划从明年3月起 在德国全面推行 儿童麻疹疫苗强制接种 届时 据不让孩子接种麻疹疫苗的家长 将被处以最高2500欧元的罚金 而且孩子将被剥夺 进入幼儿园的资格 根据这一立法草案 明年3月起 儿童进入幼儿园必须出示麻疹疫苗接种证明 已经入园的儿童则必须在明年7月31号前补交接种证明 如果儿童由于身体原因无法接种麻疹疫苗 也必须出具医学证明 近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政府兼科学政策平台第7次全体会议 在法国巴黎召开 包括中国在内的132个成员国的代表 在6天的会期内 对一份针对全球性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 评估报告草案加以讨论 6号这份报告正式的对外公布了 报告指出 大约100万个地球上的物种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6号公布的这份长达约1800页的报告 是由来自50个国家的近150名专家 经过三年时间编写的 科学家们预测 由于人类对经济发展的无节制追求 具体来说 是受农业 渔业 狩猎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地球上物种灭绝的速度将迅速加快 在人类已知的大约800万个物种中 100万个物种将面临灭绝的威胁 其中很多物种灭绝将发生在数十年后 不过科学家们也表示 拯救生物多样性目前还为时不晚 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发出警告说 如果全球不采取行动 那么气候变化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降低碳排放的承诺不能改变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政府兼科学政策平台 是联合国框架下 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机构 目标是建立科学与政策之间的联系 财政事件和他们相关 今天您需要认识的面孔有两位 一位是英国的哈利皇子 他的夫人梅根刚刚生下了一个男宝宝 英国王室经济的效应或将再显非力 巴拿马总统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科尔蒂索获胜 我们先来看英国 英国王室迎来了五月份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英国萨塞克斯公爵哈利王子 六号宣布他的妻子梅根当天诞下一子 哈利王子表示 孩子在英国时间当天清晨出生 母子平安 他本人为此激动万分 白金汉宫发表声明称 新生儿体重3.2公斤 根据惯例 英国王室在白金汉宫前院 竖起一个金色的画架 以告示的形式发布 王室宝宝出生通知书 众多英国民众聚集门外 争相阅读王室宝宝出生的正式公告 对于梅根的生产 欢呼雀跃的除了一直都紧张 等候在哈利王子和梅根的新居 弗洛摩小屋外的媒体 还有热切期盼的粉丝们 此前 已经有不少粉丝聚集在温莎城堡附近 提前庆祝王室宝宝的到来 此外 伦敦的地标建筑纷纷亮灯 庆祝新生儿的诞生 伦敦眼点亮红白蓝三色灯 英国电信公司大楼打出标语 恭喜哈利和梅根 这是个男婴 2018年5月 哈利王子与美国演员梅根·马克尔结婚 英国女王授予哈利王子 萨塞克斯公爵封号 梅根婚后成为萨塞克斯公爵夫人 同年10月梅根宣布怀孕 据了解 萨塞克斯公爵夫妇的这名新生儿 是英国王位第七顺位继承人 也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第八个曾孙 英国王室已成为英国最具价值的品牌 对英国经济的影响毋庸置疑 王室新成员诞生 对英国经济的积极影响是长期持续的 将拉动相关旅游消费 婴儿服饰 时尚零售 王室纪念品销售也将从中受益 再来看一位新总统 当地时间5号晚上 巴拿马选举法院公布了 总统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 民主革命党候选人科尔蒂索 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当中获胜 据了解 共有7名候选人角逐本次总统选举 根据巴拿马选举法院官网发布的数据 在对约95%的选票进行统计后的结果显示 科尔蒂索的得票率约为33% 领先第二名两个百分点 民主变革党候选人罗斯和独立候选人龙巴拿 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 排名与选前进行的民调显示一致 选举法院表示 6号将完成全部选票的统计工作 选举正式结果将于9号公布 不过选举法院首席法官已经致电科尔蒂索 告知他在本次总统选举中获胜 科尔蒂索1953年1月出生于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 是一名政治活动家和企业家 曾任巴拿马国会议员 议长 农业发展部长 在选举演说中 他呼吁巴拿马全国保持团结 并誓言打击腐败 也由此得到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根据相关法律 巴拿马总统选举采取简单多数制 在选举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即可当选 巴拿马总统任期5年 不得连任 本次选举产生的新总统将于今年7月就职 投资消费互为机会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财富新角度 先来看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在福州举行5G应用 受到关注 记者体验未来科技 空手道入选奥运会比赛项目 奥运效应助推日本相关产业的发展 先来看昨天的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在福州开幕了 在本届峰会上备受关注的 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 聚集了421家政府机构或企业代表参与其中 而7个展区更是凸显了互联网家 智能家的最新应用成果 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向 我现在所在是一个5G加VR的应急救援的 这样一个展示的模拟的现场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 其实里面就是一个控制中心的职能 那么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现场救援现场的各个情况 他们会从这里发出 这个及时的指令来给到现场 那这边现在模拟的 就是用VR的技术模拟了现场的情况 主要这个基于我们中国电信的5G 高带宽低时延大连接的特性 经过我们这个虚拟的场景 然后我们模拟出各种突发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提前 针对这个突发起段的人员调配 消防车的位置这些方面的预案 现在在这个展规里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这边都是 过去到现在的一些纸质票据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因为这里展示的是这个记账 然后报销一些电子化的 这样变革的一个展示 那么现在我听说通过APP这样的 一个操作方式我们可以在线完成 比如说这个出差的申请啊 还有这个报销啊 包括一些审批流程 都可以电子化了 那这样的话呢 能够节省很多的人力 包括时间的成本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整个我们出差形成的 历史的记录 都通过这种方式固化在系统里面 可以永久地去追溯 最终的目标呢 我们就是要取消后边 财务人员后边的铁皮柜 而变成我们全部的电子化的方式 在今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 数字经济成为焦点 在邻国韩国呢 目前已经正式启动5G的商用服务 未来5G将给智能家居 智能工厂等空间 带来革新性变化 今天让我们一块去看看 韩国的首个5G智能办公室 5G智能办公室位于首尔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 记者在大厅里看到 员工们不需要携带通行证或识别指纹 穿过5G网络支持的人脸识别闸机 刷脸进入即可 来到智能办公室的内部 员工告诉记者 把智能手机插入桌面上的对接装置 就能通过5G开启储存在云端的业务环境 再借助显示器和键盘来操作就可以了 传统办公室的电脑和网线已经变得多余 记者了解到 5G网络能够大规模同步接入 并且实时收集数据 即便出现300多人同时使用云端业务的情况 也不会延误或中断 不只是办公区域 休息区域也设置了智能化的自动售货机和机器人咖啡师 比如机器人咖啡师能接受智能手机点餐 再自主地调制咖啡 大约两分钟的时间内 一杯咖啡就做好了 机器人会把冷饮和热饮分别放在冷制和保温的台面上 方便员工喝到温度最佳的饮品 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5G智能办公室在大道走廊 会议室和停车场 小道卫生间门把手和自动售货机上 总共安装了2400多个物联网传感器 让人们随时了解到空间的使用情况 基于超高速低延时的5G网络 韩国智慧城市的构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智慧城市作为融合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等多种尖端技术的综合应用平台 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 拉动韩国数字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火生后是智慧城市综合管控体系的 一个模拟平台 当发生火灾时 灾难应对程序将会推送 火灾现场的监控画面到这个大屏幕 同时火灾发生的地点 该地区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以及发生火灾建筑物的一个三维图像 和周边交通情况等等 都会推送到这个大屏幕上 为救灾人员的调度 救灾物资的准备等等的提供参考 韩国人川自由贸易区的人川智慧城市 经过11年的建设 市民们在日常生活中 也开始感受到智慧城市带来的便利 通过精准的交通信息监控体系 公交车道站时间可以精确到分 城市生活垃圾通过地下输送管道 可以由生活小区直达垃圾处理厂 智能安保系统则可以随时监控 城市异常情况 目前 仁川市已与韩国多家企业 在5G网络服务 自动驾驶 机器人产业园建设等领域达成合作 这些也将成为当地经济发展 新的增长点 目前 韩国智慧城市项目 囊括了73个城市和地区 在行政 环境 能源 医疗等多个领域 为市民提供公开政务 气象信息等200多种智能服务 今年 韩国国土交通部将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 投入265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5亿元的预算 重点开发智慧养老 智慧物流等多个针对性项目 带动韩国数字经济发展 日本是空手道的故乡 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 空手道将首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登台亮相 这种回归让日本民众十分期待 也在日本社会掀起了一股空前的空手道热潮 目前 日本全国具有执教资格的空手道道场数量近2000家 空手道爱好者人数超过200万人次 尽管在日本学习空手道的费用高达每年15万日元左右 约合人民币9000元 是普通健身房年费的1.5倍 但前来报名学习的民众依然络绎不绝 除健身效果外 空手道对学员的着装 礼仪 行为规范 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 被视为一项能够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体育运动 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在即 这也进一步点燃了日本民众对空手道的参与消费热情 空手道关联商品的销量也是节节攀升 这家位于东京的空手道用品商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大概从两年前起 本轮空手道热达到高潮 包括训练服 头盔 拳套 腿部护具等在内的训练用具销量翻了近一番 同时 空手道的自学书籍 DVD等教学类商品的销量也大幅增长 目前 店铺每年的整体营收已接近两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1200万元 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一环 日本政府计划在2025年前将包含空手道在内的经济体育市场规模 扩大到15万亿日元 在奥运效应的催化下 这一目标或将提前得以实现 如何通过改造 让废弃不用的建筑物重新换发新的生命力呢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旅游局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当地一处旧粮仓经过改造以后 成了一个网红景点 一望无际的柱子整齐排列 可以容纳200人同时就餐的餐桌 这里是澳大利亚旧粮仓改造的艺术区 这些看起来颇具艺术感的柱子 其实原本用于支撑粮仓主体结构 一共560根 历经半个世纪 似乎在向游客诉说一段历史 在这个艺术区 游客不仅可以饱餐一顿 还有机会领略澳大利亚乡村风光和风土人情 这个餐厅最开始旨在周末营业 但是由于预定火热 已经改成每周开业六天 艺术区的改造不仅提供了大量就业 还拉动了纪念品的销售 当地旅游部门希望大力推广类似的尝试 从2012年举办第一届至今 一年一度的翠贝卡电影节 已经成为了影视界的狂欢节之一 今年除了展示电影本身以外 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等新技术 也为电影制作人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让我们跟随路途社的记者 到美国纽约的现场去感受一下 欢迎来到虚拟现实世界 只要戴上耳机 你就可以从水上仙境来到战区 你甚至能够找到自己 去返回到世界大战区一 这些图片是一个机会 让剧场人们展示他们的創作 然后展示世界大战区 和增强现实世界大战区 必须与机器人交流来获得指引 另一部名为洞穴的作品 使用了并行技术 这项新技术能够让多达30名参观者 同时被送回公园前一万年 与传统的虚拟现实技术不同 观众可以同时看到和听到多个故事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新技术 也带火了相关的体验设备 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预测 今年全球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 头戴式耳机的出货量 将达到890万台 随着新技术进入市场 到2023年将攀升至6800万台以上 电影制作人也正在拥抱 这些技术带来的创造性机遇 探索新的电影叙事方式 流入海洋的塑料拉紧 严重威胁着海里的生命 最近韩国国立生态院的研究员 对一只死去的红海龟进行解剖 发现内脏里面是塞满了塑料 袋塑料碎片等等 一共225块 场面触目惊心 红海龟是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 为增加个体数量 研究人员此前在冀州前海将其放生 但11天后就被发现死亡 再来看最近美国纳斯卡汽车拉利赛 继续精彩的上演 选手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 超越过弯道 向着终点奋力冲刺 节目的最后 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 速度与激情 转发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